挑戰自己的專注力吧 Endless Lake 是一款需要全神貫注的動作遊戲 玩家能夠進行的操作只有跳躍 透過連續點擊會變成兩段跳 抓準時機跨過或長或短的坑洞 有趣的是遊戲當中還存在著許多的傳送門 傳送門會讓主角分裂或是傳送到別的道路 此時必須要一口氣控制這些分身門的行動 只要能夠確保至少有一位能夠活著 你的冒險就能夠繼續下去喔 講究彎道競速的賽車遊戲太過斯文嗎 那就來玩玩看這款強調衝撞破壞的得比破壞模擬器吧 遊戲當中玩家要在有限的時間內 或是自己的車輛被破壞之前 踩足油門 狠狠的撞向其他車輛 撞得越大力造成的破壞越大 分數就越高 結散時也能夠獲得更多的資金 來解鎖新的場地或是更多的車輛 沒有複雜的賽道和遊戲模式 進到遊戲裡馬上就能夠享受衝撞的快感 可以說是一款紓解壓力 放鬆心情的有趣遊戲喔 隨著聖誕節的來臨 各位都已經拿到禮物了嗎 在這款 My Daddy My Christmas 中 玩家將扮演辛苦的爸爸 千里迢迢帶著女兒的禮物回家 身為主角的爸爸要耗時一週想辦法趕回家中 每天都更換交通方式來趕路 玩法也隨之不同 像是用滑動來切換軌道的腳踏車 或是用長鴨來避開障礙物的飛機 玩家必須要集中注意力 想辦法確保父親的回家之路囉 考驗玩家數學能力的遊戲又來囉 Ten Battle 是一款消除式的 RPG 遊戲 玩家必須要點擊香菱的銅色方塊消除它們 好用它們來攻擊怪物 但可不是隨便亂頂都能消除 點擊方塊之後 香菱的銅色方塊將會融合到點擊的位置 並且會依照數量的加總顯示在方塊下方 玩家想要消除它們 必須要讓方塊消除時 香菱的總數達到10的倍數才可以 另外被融合或是消除的方塊 都能夠用來累積紅綠藍三色技能 讓你突破難關喔 在Steam 平台上頗受好評的驚悚遊戲 Distrain Pocket Pixel Horo 移植到手機上囉 我們是個被扣押地產的青年 為了重返成功人生 得要前往回收窮困住戶所積欠的房產 玩家必須要透過探索和解謎 想辦法讓扣押房產的過程順利進行 但隨著你扣押了別人唯一的住所 主角內心陰霾也會越來越重 還會漸漸碰到各種恐怖的幻象 與主角一起將內心變得沉重 可說是本作的醍醐味喔 由台灣 俱樂方塊研發的爪爪對決 是一款風格可愛的塔防策略遊戲 有著眾多可愛的動物英雄 任務中玩家只需要負責進攻 消耗點數可以呼喚英雄上場 目標是在有限的時間內 擊破對手的營地 只要有擊破就可以再獲得點數 召喚更多的幫手喔 非任務時必須要拓展升級自己的營地 才會開放更多功能 除了主要任務七大學院的關卡可以玩之外 也可以搶奪其他玩家的營地來獲得更多的寶物喔 喜歡抑制遊戲的朋友 趕快來試試這款有可愛小貓的 Shortinger's Miniature Garden 玩法很簡單 只要想辦法創造出道路 讓小貓順利吃到罐頭就算過關 在充滿變化的關卡中 我們得要把正確的方塊放到正確的地方才行 有些關鍵會剛好被擋住看不見 仔細觀察 這可是很考驗空間概念的喔 在彈射遊戲界 丁丁有名的憤怒鳥 這一次將要化身成氣球 改完消除遊戲囉 在 Angry Birds Blast 中 玩家必須要藉由消除 複數相鄰的憤怒鳥 想辦法在複數用完之前 達成每個關卡的目標 根據消除數量的不同 會取得火箭、炸彈 或是能夠一口氣清除 所有同種顏色的憤怒鳥顏料 這些角力道具 如果在消零位置 還能夠混合起來使用 只要湊到兩個顏料 一口氣清場也不是問題喔 由台灣獨立團隊設計的可愛小遊戲 夢迴妖精 玩法非常單純 螢幕上有一黑一白的兩隻小妖精 從上方會掉落同樣是黑白兩色的能量 玩家可以用點擊來交換他們的位置 藉此接到銅色的能量 隨著玩家持續接到正確的能量 小妖精會逐漸長大改變造型 而且能量的掉落速度將會越來越快 能夠讓小妖精們長多大 就看你的反應囉